那個檸檬也可以洗排油煙肌啊 黑皂寶也可以 不知道哪一個效果比較好 我個人最喜歡酵素啦 那個泡泡酵素 喔泡泡酵素你說洗那個嗎 排油煙肌嗎 酥脂油的話我最喜歡 真的嗎 但是其實他們的用途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那個檸檬的侵蝕力比較強 它的用的範圍比較受限一點 它有侵蝕力嗎 因為它是酸 但是我常常用檸檬來洗那個內褲上面的尿垢啊 可以有客人分享 可是我手也不會怎麼樣啊 我的手也不會 因為像我如果洗到比較不好的洗碗筋 我手就立刻就乾掉 然後就開始會很癢 但是我是天天都用那個洗尿垢耶 內褲上面不是有時候會有一些黃黃的 用那個噴一噴洗效果非常好耶 神奇檸檬 對啊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 夏天到了 很多人是不是鞋子很臭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神奇檸檬 它裡面檸檬酸 就可以把這個汗的結晶給溶解掉 我就把它的腳洗完之後 就沒有味道了 因為它說我有 我有洗澡的時候 有用那個沐浴乳洗啊 但是如果你單用沐浴乳 它是沒有把 沒有辦法把那個汗的結晶給去除的 所以我就直接用神奇檸檬幫它洗腳 它就說 欸這個可以洗腳嗎 這個洗腳會不會皮膚受傷 我說我每天都是 我都用手在那邊搓 我手都一點都沒受傷 你腳是不會受傷的 就直接噴在腳上面 就這樣 去去去去去 然後就搓一搓 而且不就很多泡泡嗎 然後就搓一搓啊 也不用停很久 也不用停很久 因為腳不可能髒到那種程度 除非你是成年腳搓 那種二十幾年的 你可能就要稍微洗久一點 嗯 但正常的話 你就是跟洗洗澡一樣啊 跟你洗手 有時候手比較髒 是不是洗稍微久一點 嗯嗯嗯 差不多就是那個時間而已 哦 然後就腳指縫都洗一洗啊 搓一搓 然後指甲也要洗一洗啊 嗯 就很乾淨 可是那如果有客人問說如果香港腳有傷口可以這樣洗嗎 有傷口可能就會刺 因為它這個是 它這裡面畢竟是檸檬酸 可是它這個是食用級的檸檬酸哦 它不是工業用的 你知道像以前我們不是都會拿那個檸檬酸去洗那個熱水瓶 但我每次用完那個檸檬酸洗熱水瓶之後 我都覺得那個水喝起來怪怪的 我都覺得我快中毒了 後來在這瓶在研發的時候我還特別問了研發說 欸這種檸檬酸到底有沒有分 他說這個有食用級檸檬酸跟工業用的檸檬酸 他說你千萬不要去買到工業用的 嗯 我說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這個是食用級檸檬酸還是工業用 我一般一個凡人 我哪會知道 對啊 他說就是因為一般人都不知道 嗯 所以才會產生危險 那我們今天用的這個是食用級的檸檬酸是非常安全的沒有問題 對 對